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饮料 羊梅加尿哇好漂亮啊 我敲一下你跟我敲一下 哇 羊梅加尿红色的 真能买到这种会喷水的珠子吗 咱们先看粉丝评论 不用了会窜心 它液体是怎么灌进去的 会不会喝到虫子 买了竹筒饮料 但以后就倒出一桶 净含量是500毫升 这是一个人的算法叫 我不是闲鱼的粉丝爱偷测的 说不测了 他丑招砸死我 师兄以为一直窜屏粉丝们爱他的产品 你们也会心疼师兄 没想到 幻安的确实丑着了天海 却和各种黑暗料理 师兄打死也不信 在座的各位全是小位子 心疼师兄的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吧 先看 拍了表 没有水蛋注意 日子家人和名堂保持 其三年产地 蒸汐一春 可乐会窜息苗 窜息 这玩意喝完 不会真变成喷射战是吧 家人们 你们见过金色的珠子吗 其实这是它外面一层包装上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真的是一只完整的珠子 它液体是这么关键起地 摇晃起来真能感受到 它里面是满满的液体 师兄检查了一下 这珠子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小口 或者可以摘口的地方 那么这液体 是怎么换进去的 他还做这么一个小锤子 对 他真应该挨一锤 敲了好几下 他敲了这么大个洞 倒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怎么视频里 流出来的是红色的 我这怎么是黄色的 难道这珠子 平时不爱喝水 会不会和到虫子 是能看到它里面 有点小杂质 这不是虫吗 不管了 团的 师兄这东西 对 咕咕咕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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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切里面的脑袜情况 家人们你们知道 木头豪九后天中处了吗 在它里面展现的淋漓尽致 不知道是不是火头了 碰过了甜甜的 还有点呛 如何评价